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漏几经 剑齿虎 古灵齿象 鳄鱼公主 鸟类恐龙等等 跟着古生物的侦探重返远古台湾 寻访神秘的化石述说在地生命的演化故事 作者蔡振修老师 他是国立台湾大学生命科学系和生态学与演化生物学的研究所的教授 主要兴趣 他就主要兴趣 一方面他是工作 一方面他也是喜欢 是他的兴趣和乐趣 他在研究古生物学和演化生物 他曾经在纽西兰攻读古生物的博士学位 也在日本进行博士后的学术研究工作 长期研究海洋哺乳动物和化石 还有演化以外 他也从事台湾所发现的 台湾发现的大型脊椎动物化石的研究工作 也就是说这不是凭空 就是真的是有凭有据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曾经出现的大型脊椎动物化石 他在根据这些化石进行专业的研究 结果他很多的研究成果 很多伟大的发现 当然有在他的学术报告里面 但是有一些他用轻松的写作方式 跟大家在这本书里面分享 好久不见 那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取名 而且他还有long time no say 至于为什么要这样取名 我们直接跟蔡正修老师连线 由他来跟我们来介绍 台湾的大型 曾经在台湾出现过的大型脊椎动物 老师在线上 老师好 姚村大哥好 大家好 老师你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刚介绍的一定不够 来 不会不会 谢谢姚村大哥 他已经非常很清楚的跟大家说了 我们在做些什么的事情 然后刚刚姚村大哥一开始就有先提到 为什么要把书名取得好久不见 尤其大家 这次试试 因为其实大家对于国外的古生物 像暴龙 三角龙 这好像都是你很亲近的朋友 你三步时到博物馆 你看到有暴龙的展示 好像是很久没有看到的好朋友一样的感觉 那么多恐龙为什么就喜欢用暴龙 为什么每次大家都只用那个 是因为他太有名了 他太有名了 所以基本上你三步时到博物馆去看的时候 你会觉得很亲近的那种的感觉 可是你 可是大家对暴龙对三角龙都很熟悉 可是你如果真的是 仔细去想一下 我们生活在台湾 那在台湾有什么这些大型的古生物呢 可能绝大多数的人 可能都想不出来 或根本就是不知道 根本不知道 是 所以我们写这本书就把它取消 好久不见 希望就可以让大家就开始去认识 台湾所发现的这些大型的古生物 就让大家可以渐渐好像变成 他们就是大家的日常生活的朋友一样 等你下一次听到这个名字 你会觉得好久不见的 老朋友那种的感觉 很亲近的那种的感觉 老师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从事这个研究 你特别喜欢 你从多久以前开始养出这个兴趣了 其实我真的会开始 真的是很愿意想要投入这个 其实在我20岁的时候 虽然在小时候就喜欢 就会喜欢恐龙 可因为小时候在台湾 大家就会说 在台湾不可能做这些的研究工作 那我在20岁的时候 刚好在我大二的时候 有参与一个大型的17公尺的抹香精的解剖 是哦 在台湾吗 在台湾吗 在台湾哦 是是在台湾 是是在台湾 在台南 当你可以开始自己亲身进到17公尺的那种大型生物的体内 然后爬上爬下的 你开始就会开始去想象 这些大型的生物到底是怎么如何一路的演化到我们现在看到如此巨大的古生物的那种的生物的样貌一样 所以就会开始很想去知道他们到底是如何一路演变过来的 可是那要有那也要有标的好让你去研究啊对不对 对对对的对的所以我们当然就是开始想要去从化石开始去研究他们一路如何演变成这样那那我们就去开去开始到不一样世界各地或是相关的地层有找到这些化石的地方去做研究做调查 可是我们研究的是台湾的是不是应该用台湾有台湾出土的我们才好进行研究 他他如果不是台湾出土的就跟台湾没有直接的关系对不对 是的是的所以是所以我当我结束在纽西安在日本的这些研究工作之后回到台湾 所以当然就是很就很想要知道台湾这边有什么然后我们陆陆续续就有发现好多大型的这些古生物 所以陆陆续就把它极简成这本书把它想要跟大家讲这样子 老师我很好奇在台湾有人在做这样子的挖掘或开采的工作 考古 所以就是因为所以就是因为以考古来讲基本上都做跟人类古时候的人类生活有关系 可是我们做这些古生物基本上是跟现代人类是没有关系的这些 所以就是在台湾一直以来大家就是不熟悉也没有人在做这些相关深入的研究工作 所以这就是我们现在想要开始第一步慢慢的想要跟大家讲这些台湾有蛮多蛮有趣的这些古生物 好吧好吧那我们从哪里开始呢 是的刚刚姚舜大哥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有提到古林此相 然后我们刚刚一开始有提到暴龙在台湾其实有比暴龙更大型的这些陆域的生物就是古林此相 是哦那大家不觉得 它比暴龙还大哦 在台湾对对对就是在台湾大家觉得台湾非常小 可是在台湾竟然有比暴龙更大的生活在陆地上的生物 这是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对对 是的 怎么回事老师赶快跟我们来解答 怎么回事 是是所以其实现在的台湾最大型的这些陆域的生物只有台湾黑熊 或水鹿 他们大概只有200公斤大 就比人类更大一点点 可是我们在台湾有找到这种古林此相 那它其实在日治时期就有被发现 可是一直基本上都没有一些更深入的研究工作 没有人去觉得它到底可以到有多大 所以当我回到台湾第一个很想要进行的研究工作就是好好地去研究 估算这个古林此相 因为它是一种大象 那我们开始去做这研究工作开始去估算它的体型到底多大的时候 我们发现它可以轻易的超过10公噸 那10公噸有多大呢 它当然就是台湾黑熊至少50倍重 那再加上暴龙啊 暴龙一般的体型大概一般都只有5 6公噸 比较大一点的暴龙可以到7 8公噸 所以一般来讲暴龙就是不会超过10公噸 那我们在台湾的古林此相 它是可以轻易的超过10公噸 所以当我们就是有比暴龙更大型的这些鹿域的古生物 所以是让我们很兴奋的大发现 对 是的 那怎么个发现的呢 在哪里呢 对 它其实就是像跟刚才讲 台湾跟整个在冰河的时期的时候 整个海平面下降的时候 它其实跟整个欧亚岛 因为这种大型的生物 它们可以在很大的环境走来走去 那当整个海平面下降的时候 整个台湾海峡变成跟欧亚岛 连接在一起陆地的时候 这些大型的生物就会来到台湾 就走过来了 是是是 这是很自然 它们一部分的生活的地方 那我们其实就是在台湾海峡 现在的台湾海峡的海底不深的 然后是很靠近台湾这边的海底 从海底打捞上来 这些古林此相的很完整的化石 可以让我们去估计 这些古林此相到底可以有多大 老师 那都是什么人在那边打捞 有这样子的专业研究工作者 在做这个事 所以 所以其实一开始 其实当然都是没有人在做这些 那可是事实上就是 会有一般渔民 会去想要进行抵托作业 去打去做渔获的这些相关的 打鱼的时候 工作的时候 不小心 然后就 不小心在捞的时候 在捞的时候 捞上了好多化石 那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 大家当然觉得 就渔民来说 这就又不能卖 没有经济的价值 所以很多一开始 又再丢回海里 又丢回去 或者是 这是有一部分 那又有一些人 他们觉得 这个是不吉祥的 就是这是 对他们来讲 他们可以看出来 这是应该是死掉的生物的 骨骸 对这些很不吉祥 所以有些人就是把它 带上岸之后 带到台湾 然后就带回台湾 从海里 从海上带回台湾 然后放到庙里去 立拜的那种感觉 那就开始 有人去看到 放在庙里这些骨头的时候 大家开始 有人有看到 这其实是化石 然后就开始有人愿意出钱 跟渔民去买这些的时候 渔民就意识到 这是有经济价值的 可以卖的 对的 所以就开始陆陆续续 在五六十年前 开始陆陆续续 就保存下来这些 蛮多的化石记录 所以都是从 其实都是从海里打捞上来 多数 其实这是一部分 可是我们还有在陆地上 有找到不少的大型的古生物 举例来说另外一个很大型的 像我们如果举例来说刚刚讲 古林子现在是一种哺乳的动物 那我们在台湾 其实有找到非常大型的爬虫类 像是鳄鱼 大家不会想象 在台湾竟然有野生的鳄鱼 你大概只有在动物园才可以看得到 或有人在养殖鳄鱼 可是在台湾 我们找到的古生物在台南地区 有找到可以达到七公尺的大鳄鱼 那么大 好我们等一下老师 我们进一段广告带回来 台湾的鳄鱼 到底大鳄鱼到底在哪里出现 后来为什么 从哪里来 然后往哪里去 后来为什么就没有了 带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这个研究台湾大型 古时候的大型古生物的这个专家 蔡正修老师去聊这个台湾古早古早 很久很久以前 曾经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生活的这些大型的古生物 那蔡老师最近出了一本新书 叫好久不见 那麦田出版社出版的 里面就记载了很多 他分享了很多他的观察 包括了鹿脊鲸啊 剑齿虎啊 古灵齿象等等 那我们现在聊到 老师说在台湾曾经出现过 七尺长超过身形 超过七公尺啊 不是七尺 超过七公尺的大型鳄鱼 老师这个是怎么回事 在哪里啊 在台南哪里 是是他其实在台南 然后他其实在里 有点可能大家不常不熟悉的台湾 他在所谓的左镇那一带 在左镇地区 就是有一点点到要 往山里走那种有点偏远 可是在那个的地方 其实在日治 一样在日治的时期的时候 就有发现有鱷鱼化石的记录 是 那是 然后因为从那时候有发现 可是一直以来 基本上没有人可以进行一些 蛮深入的研究工作 然后早期的这些化石啊 也被送到日本去 然后所以我们 所以我们就是回到日本的时候 把这些化石标本 就把它一部分借回台湾的时候 现在放在我办公室里 然后可以借回来 就可以开始 这当然很不容易 我们花了很多的心力 然后很不容易把它借回台湾之后 重新做一些深入的研究工作之后 发现它是一种很有趣的 它叫风雨饥饿 风雨饥饿 风雨饥饿 对 因为它一直以来只有在日本被发现 所以我们首次可以很清楚证实说 台湾其实也有风雨饥饿 可是不止如此 我们还可以看得到它 就一些研究工作可以清楚的去讲说 它跟日本的俄语又不一样物种 所以我们可以说 它其实台湾的特有物种 它叫台湾风雨饥饿 除了它在台湾特有物种之外 我们也是在跟刚刚的古灵尺一样 我们去重新估算它的体型的时候 发现它现在可以来到7公尺 那这个7公尺鸡很兴奋 因为全世界目前最大的鳄鱼 叫做咸水鳄 它也只有6公尺多而已 所以我们在台湾所发现的 台湾特有种的风雨饥饿 这样比全世界现在最大的鳄鱼更大 这是让我们很兴奋的一个发现 你的这个发现 有没有透过论文的发表 让国际看到 一定要对不对 是的 所以就刚刚讲的古灵尺鸡 像风雨饥饿这些跟在书里面的这边 我们基本上都已经有发表到国际期刊 让大家知道 让国际间知道我们这些新的发现 那可是在台湾的大家 大概不太会去读我们用英文 发表在国际间的这些研究的成果 所以我们其实在花了很多的时间 用写了一本书 想跟大家介绍 对对对 让大家知道台湾就蛮多很有趣 很兴奋的这些发现 可是老师您现在提到这个风雨饥饿这么大 我们没有办法有一个标本 或是一个化石 把它复原 对不对 给大家看 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我们其实就是现在 我在我办公室有一部分这些化石 所以我们其实很希望如果大家愿意 就出了这本书之后 大家愿意想要更知道这些时候 因为这需要有经费 把它制作成展览 就让大家知道台湾有这些很大型 然后我们其实也陆陆续在做3D的扫描 所以我们其实是可以有机会把它复原出来 只是这需要 经费 需要有经费 对的 对的 需要有经费 如果有人愿意拨经费 让我们来做这样的展览 我们是可以做得到的 是的 老师根据您的研究 像这样子的风雨饥饿 听众朋友观众朋友 那个风就是丰富的风 玉就是玉 玉镯子的玉 饥就是一个女字边 就是应该怎么讲 就是在讲一个公主 公主 恶语的恶 老师那它是怎么来的 这个为什么在台湾会出现这样子的一个生物 这么大 这很有趣 对 所以我们的在我们的研究成果理念 我们其实有跟大家讲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 就是很有趣 可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些恶语们 在台湾并不是只有突然间出现的 最早在台湾的恶语 它有超过一千万年 所以概念就是 对对对 我们刚刚讲的 在台南所发现的恶语 大概只有四五十万年前 那就不一样 可是我们在台湾 找到最古老最古老的恶语化石 可以超过一千万年 真的啊 对对对 所以就是这些恶语们 其实在台湾生存的历史 其实是非常非常久 就是他们不是突然间才来到台湾 他们是已经在台湾生存非常久 那我们以台湾风雨饥饿 这个的新发现 我们其实不只讲它是在台湾 我们其实在里面可以去看到 日本的风雨饥饿 其实是从台湾过去的 哦 对对对 大家不知道怎么过去了 对 这是也是很有趣 就是跟刚刚讲 地壳的变动 台湾海峡 当整个那个海平面下降的时候 不只台湾这边 是欧亚到连到日本这个海的海 所有都变成陆地 所以这些鳄鱼 当然就是自由的在整个这一片走 那我们现在的研究成果可以去看到 因为鳄鱼啊 一般他们不会生活在比较寒冷的地方 像在日本 那所以他们生存在去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那出现在台湾 因为鳄鱼他们其实是比较喜欢偏热的地方 那所以我们可以说 他其实应该是在台湾生存了比较久 那可是当他们的体型开始命运变大的时候 他就比较不怕人 那当他比较不怕人的时候 他就有机会往北移动 来到日本这个的地方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可以去说 日本的鳄鱼其实是台湾的移民过去 可是鳄鱼走路腿那么短 他走路要走多久 走到日本那边 这个比朝圣之路还久 所以当然他们会花蛮多的时间去走 可是我们现在讲的都是几万年 几十万年的时间 所以对他们来讲 其实并不会太遥远 怎么不会 他会不会走不动就往生了 会不会 当然会有会有几 当然我们可以想象会有一些个体 可能会在这个的过程 会就是 就就不在了 就走了 过世了 可是还是 对对的 可是还是会有一些个体 他们可以就是持续的这样子 达到蛮长距离的行走 这样子 是的 老师那你那你那你 你看到这些鳄鱼化石鳄鱼标本 你用什么方法去 就说你凭什么说他是更久以前几千万年前 因为你刚刚讲 对对对 这很重要啊 你是用什么方法去证实 证实他是几千万啊 他也不会讲话了 上面又没人刻字 对不对 对啊 那他怎么证实呢 你们的研究方法 是 所以我们这一些其实就会去看哪个地方地层 就像决定 刚刚讲超过一千万年 在台湾所发现的恶意化 我还没有写在这本书里 因为最近的研究的成果还没有发表到国际 不过我们最近已经在准备要发表到国际 然后这个像决定来说 刚刚讲其中一个 其实在南投所发现的 不是在台南 而是在南投所发现的 然后在南投这个地层 它的那个年代 我们可以很清楚知道 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千万年以上 所以我们就可以当然就可以说 因为它还 这个鳄鱼它还被包覆在银石里面 然后我们是去做了断层扫描 把这个鳄鱼去做断层 是哦 断层的扫描 可以知道 它还被包 对对 它还被包覆在银石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去很清楚知道 所以它还在 银石 所以它还在南投的某一块石头里面 有一个鳄鱼的化石 那这块化石 这块石头是怎么样被发现 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生活要过 各自的工作要过 它躲在哪里会有人去找到 对所以我们做这些古生物的研究工作 除了我们自己会到野外去找化石之外 其实在台湾有很多诗人收藏家 他们本来就对化石有兴趣 然后会到台会到台湾的故地去找化石 然后刚刚讲的这块南投的鳄鱼化石 就是其中一个私人收藏家找到的化石 是哦 他们那他们的生活 私人收藏家 他们生活是每天在路上逛 每天在深山野外 头低低一直往下看 一直 我看也看不懂名堂啊 对不对 他们是怎么看啊 你要教一下 搞不好我可以这样发财啊 对不对 是 绝大多数这些私人的收藏家 他们就我会说 他们蛮多人经济其实本来就不错了 然后就是你可以想象 找化石就他们 他们另外的兴趣 就是跟我一样 我们对这些会蛮有兴趣 然后他们就去找 那有一天有找到的时候 因为他们自己基本上 就是一部分的兴趣 可是他们没有花 真的花很多时间在做研究工作 根本就是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那有一些他们就愿意把这些拿来给我们去看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开始去做一些初步的研究 这个很重要 不是老师那你看 那这个收藏家 他手上有这个东西 然后你得知了 你去看 还真的是 那他告诉你从哪里出土的 他说是从南投 那你们会跑到南投去吗 对对对对 所以像是这个我就只请他带我去原始发现的地点 对对所以我只有去看的 对对对 那那个地点现在变成什么了呢 这个地点我们还不能公开 还不能讲 怕大家都去挖 怕大家都去挖 对对对对很尴尬 真的哦 对 是是所以 是所以我们这一部分就像刚刚讲 因为这一部分还没有把它写在初 另外还没有正式发表 我们大概预计 明年就会把它发表到国际期刊 明年发表在国际期刊 我们我们当然就会 再来跟大家好好讲这些的故事 这样子 那现在不能讲的原因是 因为其实 还没有经过国际认证就对了 对对就是开一公开的 的时候 我们也会蛮敏感的 就是然后因为对研究人员来讲 我们当然也其实就当然很希望大家愿意去支持 可是当然如果有 刻意要去破坏这些地点的时候 我们就会很尴尬就是 很怕它被破坏 对不对 是是是 好的我们再进一段 带回来再看看台湾还有什么 比如说 台湾的鲸鱼啊 为什么会被冷落 到底怎么回事 带回来 来我们继续跟研究古生物化石的蔡正石油老师 谈他书里面 这本书叫好久不见 他是专门在分享他做的这些大型古 远古时代台湾大型古生物的一个研究 他用比较轻松的笔法 然后呢 跟大家分享他的学术研究工作 里面在讲台湾发现的鹿脊鲸啊 剑齿虎啊 古灵齿象啊 鳄鱼公主 鸟类恐龙等等 那上个阶段我就跟老师说 他在书里面有提到为什么台湾鲸鱼会被冷落 鲸鱼耶 鲸鱼很大耶 你所谓的冷落是什么意思 老师 是是所以就是因为其实在台湾 有发现一种鲸鱼 它就被叫做台湾鲸鱼 哦它就叫台湾鲸鱼 这在国际上命名 是是是 它是有正式被命名过叫台湾鲸鱼 可是绝大多数人竟然都不知道 不知道台湾有这种 有种的台湾鲸鱼 所以这是蛮难过的 怎么回事 蛮难过的一件事情 是所以其实它 这个其实就是在早期 在台湾大家想要去 钻石油的时候 想要去找石油 做探勘的 那个时候 然后不小心在那过程 竟然找到了鲸鱼的化石 可是因为在早期 因为那时候才二次大战过后不久 然后在台湾 因为刚刚讲台湾 早期这些古生物研究 其实从日治时起就有 可是这些日本的古生物学家 陆陆续续帮回日本之后 台湾基本上就没有人 在做这些的东西 没研究 他们在想要钻石油 对对对 那所以在想要找石油的时候 不小心找到这些化石的时候 陆陆续续 其实也是一样都送到日本去 在台湾大家就不知道 可是这一批 其实有很多送到日本去之后 其实很多也没有再被进行研究工作 大家都不知道 那干嘛送到日本 这个其实蛮尴尬 可是因为在那个时候 在早期的时候 因为其实在台湾 就根本没有人会做这些 那大家当然就想说 那就还是先送到日本去比较近之外 那边也有不少相关的研究人员 就很希望在那边可以开始做一些研究工作 可是有一些 因为大家都有彼此自己的工作要去进行 所以有一些但是会被忍弱 那结果台湾金到底后来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出现在这个地方的 然后后来为什么又没有了 是是是 所以可是这一部分 因为他绝大多数的标本都还在日本 所以我们其实到现在 我还是蛮固定会回日本 就不断的在做这些相关的研究的工作 那我在这一本书里面写台湾金的这一部分 其实先把早期这一段的历史 讲给大家的知道 那这一些他事实上的确切研究的成果 我们现在还在进行中 可是也希望这一两年 可以把它给完成就是了 是的 因为你里面还谈到中华白海豚 对对对对 就是因为其实想要跟大家讲 你说中华白海豚跟台湾的关系 对对对 就是因为其实中华白海豚这个物种啊 其实它是蛮广泛的分布在非台湾 以及其他的海岸地区 那它不是只有出现在台湾 可是以台湾金鱼来讲的时候 现在全世界它只有在台湾有被发现 所以那我们当然就会很难过 就是以这种到现在全世界里面 有在别的地方有发现过的 大家竟然对它 大家竟然对它 就没有去研究它 在台湾都不重视 对这是很难过 然后在那种在其他地区也会出现物种 大家却花很多时间去研究它 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可是我会觉得我们应该要多放点心力 在先集中在做这些 只有在台湾有被发现的物种 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这样子我们其实 我们都没有做这些研究 我们不知道在台湾这一块 到底有出现过怎么样的一些古生物战 你看你提到了台湾金鱼 然后另外里面也提到了灰金 它是因为一直以来 没有人知道这种大型的 可以到15公尺的大金鱼 它们在哪里生宝宝 台湾没有这样子的记录 对从来没有这样子的记录 对不对在书里面 台湾现在其实你是看不到有灰金出没的 所以这是我们第一次 这样在台湾有找到灰金化石 更有趣的是 我们是找到的灰金化石的宝宝 灰金的宝宝化石 灰金的宝宝化石 对的在哪里出现 老师在哪里出现 他也是一样就跟刚刚讲 他也是在台湾跟澎湖之间的海底 打捞上来的 那也是日治时代打捞的是吧 他其实最近才打捞的 就不是很最近 可是至少是50年以内的 才有打捞上来 他被打捞上来之后 大家一直不知道这是什么 当我看到的时候 我超兴奋的 因为他就是一个灰金化石的小宝宝 就一看他的形体都在 形体都在 对因为他有保存头 他的头是在的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 这确实就是一种灰金 更有趣的是 虽然他这样子 大概有这么大 他看起来 就比我们想象中大 可是以灰金来讲 他其实我们重新去推估他的大小的时候 这个个体大概有5公尺长 可是5公尺长对我们人类来讲 当然是非常大 可是对一个可以到15公斤的灰金物种来讲 5公尺其实是才刚出生不久的 是小宝宝 对对对 所以我就可以去说 在台湾的周围海域 有才刚出生的小灰金 那我们就可以去重新建构出 台湾海域西南 西洋海域这一代 其实应该就是早期的灰金的远古防殖地 这是他们很兴奋的一件事情 这件事就有可能 但还没确立 找到的不只一件的小宝宝 我们是一次找到两件 因为一般来讲 你找到一件 就很不容易了 我们还有两件 所以我们可以很有信心的去说 他们确实应该就是在这里生下灰金 就是他们的古防殖地 所以是他们很兴奋的一件大发现 可是他也没有长大就走了 就死掉了 才会变成化石 对 对 那为什么长不大了 他可能碰到的灾难 是 可是因为他们 就是我们如果去想象 那个防殖地 是很多妈妈带小孩在这边 所以当然会有一些个体 不幸会在这边死掉 可是还有很多是会游离这边 可是我们 当然我们可以一次找到两次 就两只的微金 小宝宝 我们就可以更有信心的说 对的这里应该就差的远古防殖地 OK 来不及来不及长大 对不对 是是是 OK 老师你里面也有提到 这个这个鸟类的恐龙 台湾有出现过鸟类的恐龙 对的对的 在哪里 对对对的 怎么样 怎么样 怎么样证实 是是是 然后这个也是在台南所发现的 然后因为台湾的鸟 因为大家会觉得 古生物 大家都会对恐龙很有兴趣 大家其实对 我们做研究 我们当然就需要给一些 很确切的定义 那以恐龙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现在给恐龙 就像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 我会用一本所谓的恐龙 古生物学的教科书 那叫Dinosaur Pedal biology 那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给大家 什么叫做恐龙的定义 那他一开始就有跟他讲 恐龙定义就是拿 灭绝的三角龙 跟现身的麻雀 现身的麻雀的 最近的共同祖先 跟所有的后代都叫恐龙 真的吗 那这个论点可以成立吗 这是我们在国际间 每一个我们在上课的 就是我跟刚才讲 都是这样说的 对的 都是这么说的 那所以他们可以用现身的鸟类 来去定义恐龙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可以说 所有的鸟类其实都是恐龙 那这问题在于 台湾一直没有所谓的恐龙化石 其实就是台湾一直也没有鸟类化石 就在我回来台湾前 台湾的鸟类的化石记录也是零 是哦 是是是 然后可是因为 就台湾的鸟类其实是非常的丰富 在台湾有超过600种的鸟类记录 现身的 然后还有超过30种的特有种 哦 那那所以大家可以想象 台湾的鸟类其实很丰富 那我们也可以去想象 台湾也应该要很多的鸟类恐龙的化石 可是一直来都没有 没有发现 第一次 对对 我们第一次找到证实有这样的化石 所以我们是很兴奋的 对而且我们也有发表到国际间 让大家知道 所以也是在台南附近找到了鸟类恐龙的化石 对的对的 他有多大啊 哦 我们找到的化石只有这么一小块 这么一小块 不过 对对他只有一小块 不过他脚的脚的一部分 然后他其实原先的个体 其实可以到非常大 他其实就是大概跟你 在你的千元大钞上的地质 其实是差不多大的 哦 所以他是一种蛮大型的鸟类 哦 所以我们其实很兴奋的 老师那怎么去证明像地质 他可能就是恐龙的后代 我们怎么样去证明他 那必须透过不断的研究了 哦 哦 对对对对 所以就像跟大家讲 我们在用的国际间的这些恐龙的教科书啊 研究文章啊 其实都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讲 我们在定义恐龙的时候 我们其实是拿三角龙跟麻雀 来去定义所有的恐龙 所以我们其实已经很清楚的去知道 连麻雀 那当然所有的地质 跟在台湾所有的鸟类 他们其实都是恐龙的一部分 哦 是的 台湾所有的鸟类都是恐龙的后代就对了 对 所以我们其实每天都在吃恐龙肉 这是一让我们 哪有在吃恐龙肉啊 你是说哪一种啊 谁啊 鸡啊 哦 对对对对是的 那所以我们也都会跟大家讲 大家如果在你的在床桌上 是一只拳击的时候 你要怎么去找到 那只金属带有的恐龙特征呢 你就是把他的大腿拔下来之后 你会在你的 就你会在那只鸡的大腿跟他的骨盆上面 有看到一个洞 然后这个洞 这个在就在骨盆上的洞 是只有恐龙才会看到的洞 所以在你在鸡的这只骨盆上看到一个开洞的时候 你就会很很有信心的去说 这就是一只恐龙 啊 这样就我是 我跟你讲 我要是大家在那边啃鸡腿 我这样讲的话 我一定被撤头的嘛 我们在那边吃东西 你在那边讲这些什么恐龙呢 是不是 是是 可是这个就是我们在学术 在学术界全世界从诸货纪公园 过了这三十几年来 其实所证实的一个很大很重要的发现 那大家在诸货纪公园的架构底下 大家就觉得好像所有这些人在诸货纪 那所以我们写这本书 其实就想跟大家讲 在台湾的更新式的这个时间点 那你问你应该书名就叫台湾也有侏罗纪公园嘛 对不对 是是是是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带回来聊一下 这个什么剑齿虎是怎么回事 好我们继续跟这个蔡振修老师聊他的新书 好久不见 这里面记载了台湾很多在台湾发现的这种古古古代的大型生物了 像书里面像我刚丢了一个问题说 从一张照片里面 你们去研究台湾的剑齿虎 曾经出现在台湾了 剑齿虎老师 是的所以其实大家因为其实大家对剑齿虎其实很熟悉 然后我们其实也可以去想象这些吃肉的大型的生物 他们所需要的生活区域其实是需要非常非常大的 那可是我们如果去看全世界所谓剑齿虎这一类他们所分布的地点 你可以看到他们其实从非洲欧洲到北美洲南美洲都有 所以他们其实是几乎全世界也可以走来走去 所以在台湾这所谓的远东这一块 其实会有出没一点都不会太奇怪 那只是我们一直没有确切的证据 所以我们第一次可以利用在日制时期所发表一张照片 我们其实花了很多的时间想要去找原始的化石 可是日制时期的时候其实很多都经过战后 所以我们其实到现在完全找不到这一件化石 可是我们从那件照片去做所有的分析 都可以很清楚去说它其实就是一只剑齿虎 怎么看你们研究的人才知道 牙齿就是对对对 牙齿其实很清楚跟一般的老虎是差很多 对对对所以你看到这个它其实就是剑齿虎 不是可是老师那要在更早之前才有剑齿虎的化石 你才能够做比对吗 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这样子跟剑齿虎是一样的 对不对 对的对的 所以对所以因为在台湾我们其实没有这些足够的剑齿虎相关的化石 所以我其实有看到这个相关的时候 我们做初步所有的调查之后 我其实是联络在美国伯克莱大学的教授 然后跟他一起共同研究 然后因为他那边他在他在美国那边 他有很多大量的剑齿虎的标本 对的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借由所有资料的分析 确认在台湾现在只有那张照片 很清楚就是剑齿虎 所以这一部分的我们 我跟在美国的伯克莱大学的教授 联络的这一部分 我都会把它写进在书里面 跟大家很清楚 我们只有确切所有的证据跟资料 才能很有信心的去说 台湾确实是有剑齿虎 然后我们也把它发表在国际间的研究的期刊里面 他曾经在台湾生活过就对了 你觉得 对对对对 可是这是我们其实很清楚可以看到 那因为就像刚刚讲 台湾有很大有很有很大型的古灵子象 有这些大象们 那当然要有一些吃肉的动物来吃他们 那所以因为对对对 那所以有所以有剑齿虎 其实一点都不会太奇怪的 其实很合理的 是的 是的 OK OK 哇 老师那你还有什么伟大的发现 在台湾在针对 这一辈子也研究不完 哦 对对 所以我们其实就是像跟刚刚讲的 我们其实在台湾 其实有非常多很有趣很有 就很很重要的东西 举例来说在大家如果去想象 冰河历险记的时候 另外一个很重要 大家除了有剑齿虎 大家另外一个很熟悉 就是某马像 某马像 可是台湾其实也有某马像 只是这一部分我们的研究 就还没有完完全全结束 所以我先没有把它写进在书里面 可是这一部分也是我们陆陆续续 现在正在进行的研究的成果 这样子 哦 老师那你最想最想要让 透过这本书最想最想要让读者 或者是听众知道的一个key message 是什么 就是你真正最想透过这本书 让让读者知道的事情 好所以就是想要让大家知道 台湾其实是很有潜力 也可以进行这些大型的 古生物研究的工作 那当我们可以把这些研究工作 告一段落之后 不管是把它写出 我们也可以拍出像 《猪窩记公园》那样的史诗集的电影 在台湾把它拍 把它拍出像是台湾的更新式公园 这样的概念 让大家风靡全球 这是一个让人很兴奋的想象 哦 那你得 那你得要花好多好多时间去找出来 而且人家都已经 而且你要拍的不一样的动物了 那些动物都被人家拍过了 而且都有感情 你看那个小蓝 对不对 好几集都出现它 对不对 是是 可是台湾有很多是在别的地方都没有发现过 只有在台湾所发现的特有物种 那这些我们如果利用这些 在台湾只有在台湾所发现的特有物种 当然就是跟全世界这些都不一样 那全世界的大家就想来看台湾的更新式功能 对可是到哪里看 我又没有地方 我又没有标本 我又没有标本 那我直接用3D立体来画好了 对对对所以这一部分也是我们其实陆陆续续有在利用3D 帮这些资料建议资料库 对的对的 那他到底是不是真的古时候长这个样子也很难 很难double check 对不对 对可是就跟大家看猪肉纪公园到现在所谓的猪肉纪的世界 他会不断的 所以随着研究不断的在改变 所以这就是我们希望可以一直有这些研究 新的研究的成果来可以跟大家讲 这些古生物们到底应该是长得怎么样 老师最后我问 那台湾到底有多少的学生在做这一方面的研究 其实我现在实验室虽然没有很大 不过其实陆陆续续还是希望可以 你有在学校开这个课 有没有 有 我也有几年的有研究生 然后我们一起来做这些相关的研究工作 所以希望可以陆陆续把台湾这块饼做的更大一点点这样 要让更多的 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来从事相关的研究 发现台湾这块土地上曾经有过的生命 曾经有过的物种 然后慢慢慢慢对这块土地有更多的了解就对了 对不对 是的 然后了解更多以后才当然才要有更多的想象 才能够去做漫画做连续剧做电影 对不对 甚至做乐园 对不对 这个东西都要有心人去做研究了 对不对 是的 就陆陆续续把这些研究断一断 就是一个一个把它发表到国际期间中 然后陆陆续把它写成这种科普文章 让更多人知道说就有机会像跟刚才讲 不然是用漫画拍电影拍电视剧 还是用各样的各种各样的形式 把这些股市物经济推广给更多人 OK 好 今天非常谢谢蔡正修老师 花时间跟我们来分享他做的这个研究 最近他出了一本新书 就是麦田出版社出版的叫好久不见 里面在分享他对台湾古生物大型古生物的研究 因为老师自己他自己专注在生命科学 还有生态学还有演化生物学 他就是这一方面的专家 然后他透过了很多长时间海内外的各种证据 去搜集去调查去证实了台湾这块土地上 曾经出现了哪些的物种 但是有些东西在证据足够以后 他在国际期刊上有发表 但有些他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认证 所以他是慢慢慢慢一方面进行研究 一方面来发表 他也更希望的是有更多的人 更多的这个专业的工作人员 投入这块研究领域 然后去发现台湾的前世 台湾曾经有的故事 今天谢谢老师花时间跟我们来研究 还有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或读者 你对台湾古生物大型的古生物哺乳动物等等 有研究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看这本书 看看老师的研究 发现台湾过去曾经在这块土地上 曾经出现过的哪些物种 今天谢谢老师的时间 谢谢拜拜 谢谢友大哥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